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怪我了 当时只想着声音虚弱点可能比较好请假 直接发了语音 但谁能料到睡醒之后 我直接被陈毅安排结婚了呀 消息列表九九家 一半都是陈毅的消息 另一半是各部门同事的祝福 同事小方 怎么结婚了都不说一声啊 彩礼都不要了 大家都认识这么久了 不拿我当朋友了是不是 同事小元 新婚快乐 话说陈总怎么了 一大早就问我们 知不知道你要结婚了 但你不够意思啊 婚礼都不邀请我们大家 还帮我们省份子钱啊 同事小王 新婚快乐呀 新郎是谁呀 我们都还没见过 我不管 婚礼我们都没参加 抽空你得请我们吃饭啊 份子钱到时候给你补上 看着这一条条恭喜我结婚的消息 我懵了 最后我打开了陈毅的消息框 谈出的消息立即到我看都看不过来 里面甚至夹杂了几条转账信息 陈毅 和谁 他有我钱多 人傻 好骗 在哪结婚 为什么不给我发请帖 怕我去抢婚吗 我刚才问过公司员工 没人知道你结婚 这么公私分明 那我算是你的私事还是公事 林一堂 你到底怎么想我的 只是前男友 上司 对我没一点非分之想吗 那为什么你的搜索记录搜过怎么棒上上司 听到这里我突然愣住了 之前开会时他的电脑被送去修理还没有取回 身为他的助理我被迫贡献了我的电脑 只是开会开到一半 也不知道这人脑子怎么想的 突然打开了我的浏览器 众所周知 每个人的浏览记录都看不得 我的也一样 毕竟我搜索了很多大逆不道的词条 比如 怎么能绑上自己的前男友上司 怎么能成为陈一正有钱人 什么情况下 上司会把公司股权分给助理 就在他点开的那一秒 我火速把电脑屏幕往下一压 迅速吸屏 我本以为他没看见 谁知道这人乃是没看见 三条搜索记录 他一条不落 看了个全部 后面他甚至开始用转账的形式发消息 转账五千元上的备注是你还没有抱上我 别结婚 转账一万元上的备注是努努力 说不定我很好说话的 转账一万五千元上的备注是我也可以把股权分给你 你别说 看到转账的那一刻 我是真的心动 更别提我是用了多么大的努力才没有点击收款 最后 我听了十多分钟 才把陈毅的语音全部听完 谁家好人凌晨五点多框框发几十秒的语音消息 还问别人为什么不回复啊 你猜人要在晚上干什么 当然是睡觉啊 只是后面那几条的内容 着实让我有些震惊 曾经那个在我面前 就算脚趾头 踢到桌脚 都嘴硬刀 说不疼的男人 居然在语音里带了哭腔 听着语音里陈毅哽咽的声音 怎么就突然结婚了呢 明明当初我和你提结婚的时候 你还和我说太小不考虑 才过去两年 你就不小了 废话 谁家好人大学还没毕业 就开始要结婚的呀 你法定年龄都还没到啊 大哥 怎么结婚 想当初我觉得自己拒绝他的理由已经很明确了 年龄未到 结果陈毅恋爱脑上头 偏偏说我不爱她了 闹着要分手 当时正被期末周弄得头大的我 一时上头直接同意 后来哪怕陈毅再怎么后悔 我也没有复合 当时我心里想的是先搞好学业 毕业后先努力搞钱 感情的事先放一放 但谁能想到 最后沦落为前男友的打工仔了呀 在反复听了这条语音五六遍后 我默默地按住了收藏键 毕竟 上次哭了这种事 可不是天天能遇到的 最后价没放上 我还要快速收拾好 赶回公司辟谣 这是我第一百零一次 后悔当初摊了陈毅付给我的工资 想当初面试时看见陈毅的那一刻 我当场转身就走 结果还没等我走出面试场地 陈毅开口说的第一句话 就让我回心转意 无他 一句工资两万价 哪怕老板是鬼我都得天天供着 本来前任一起上班的氛围应该是尴尬的 但陈毅实在过于难缠 每天固定三杯咖啡 不能外卖 只能手冲 还必须是八块兵 更别替他加班 也非要我一起 还美其林约说 三杯加班费 你不挣白不挣 虽然最后他都会以下班太晚 我自己回家不安全为由 开车送我回家 帮我省路费 但我确确实实少了几个小时啊 我每天打雇得上尴尬 只想大喊一句 钱难挣 使难吃 到公司后 我本想第一时间去找陈毅解释清楚 但奈何听八卦是人的特性 我被同事们八卦的声音困住了脚步 我不在的这一上午 我的结婚对象 从陈毅变成了某名比陈毅好百倍的陌生男子 我还真以为 堂堂能和陈总修成正果呢 当初堂堂进公司面试的时候 你是没看到陈总的眼睛都快粘在他身上了 更别提着每天的奶茶和小蛋糕了 自从欢迎会上堂堂说喜欢后 这不是陈总每天准时投味 还有每天额外的单独加班 陈总可是亲尽所能地教堂堂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以后公司继承人是堂堂呢 那可不 你是不知道 早上陈总来公司的时候眼眶都红了一圈 话说你们知道堂堂的结婚对象是怎么样的吗 我觉得应该比陈总要高腰帅吧 毕竟陈总追堂堂那么久 堂堂都没答应 陈毅追我 简直是开玩笑 他们口中投味我的奶茶和小蛋糕 分明就是我早起去楼下买的 更可恶的是 陈毅根本就不吃 他纯纯就是为了让我早起二十分钟折磨我 虽然后来确实都落进了我的肚子 但我短短半年胖了十斤啊 他知道胖了十斤 就对一个二十多岁 减肥费劲的女生来说是多么沉重的事情吗 更别提每晚的加班 确实是教我东西 但我一句没听懂他能让我重复二十遍 直到最后我能倒着背下来才算结束 听到这里 我觉得八卦果然只是八卦 不是事实 我正准备进去和大家解释一下的时候 却被人从身后揪住了领子 下一秒 修长冰凉的手指贴在我的颈尖 凉的我一哆嗦 没等我反应过来的间隙 就已经被人眷进了怀里 好闻的柚子清香瞬间包裹了我的全身 是陈毅 声音略微有些哑 迫着委屈 他就舍得让你刚结完婚就来上班 如果你实在舍不得他 可可以让我也加入你们 听到这两句话后 我直接瞪大双眼 这还是那个每天都要折磨我一下的陈毅吗 有一说一 这是我听说过最离谱的话 但一想到说出这句话的人是陈毅 好像又有点合理 毕竟这人可是在大学就开始计划领证结婚的人 但我看着眼前一起看向我和陈毅的同事们 双眼一黑 他们的眼睛里充满着八卦 疑问和震惊 而我的眼神里充满着惊恐 短短几秒钟 我已经开始听见他们小声传递八卦的声音了 唐当今天不是结婚吗 都这样了 陈总还不给他放假 陈总这是打算直接抢人了 我们甚至应该闭上眼睛回避一下 这样会不会对陈总扣工资啊 只要我们不弄出太大的动静 我觉得陈总的眼里根本没有我们 你们这个声音还不够大吗 我听得可一清二楚啊 我都能想象得到如果我再不解释一下 八卦会传得有多离谱了 可陈毅完全不顾同事们的眼神 没等到我的回答 他再次开口 声音甚至带着些颤音 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明明说过这辈子就是我了 才过了两年你这辈子就是别人的了 是不是人知 本来今天说好和他签合同 结果他临时放我鸽子 我问他原因 他说他家里有喜事 他真不行 身高183 非说自己185 不能谎报的人 他以后肯定会骗你 人知是陈毅的朋友 也是我们这次准备签合同的公司 上次他来公司聊方案时 陈毅临时有事 让我先去找他 结果陈毅回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我和人知交头接耳 笑在一起的画面 年龄相仿 再加上人知知道许多陈毅小时候的事 所以我和他一时聊得开心了些 就被陈毅给记住了 只是人知的身高我确实不太清楚 谎没谎告的我不知道 毕竟我总不能每天拿着卷尺 看见个人就给他量身高 但陈毅当初介绍自己时 确实没撒过一点谎 在他之前 我一直以为人的身高都是整数 直到我遇到了高中转学过来的陈毅 看到他的第一眼 我就觉得这人长相真是好看 他站在讲台上 做着自我介绍 身形挺拔 惹人瞩目 五官出色 脸上的稚嫩还没有完全退去 夏日阳光灼热 透过窗户照相讲台上的陈毅 耀眼的光把他的头发 晃出一半的金色 修长的手指握住粉笔 在黑板上写出陈毅两个字 他在列阳最盛的时候回头 我看了他许久 终于等到和他对视一眼 一双深黑色的眼睛里装满了碎光 开口却是淡漠 陈毅 难 比较擅长学习 简单明了的一句话 没有任何多余的赘述 最后还是老师看不下去 问了他一句身高多少 以后有什么比赛好戴上一起 结果他一句187.8厘米 直接把老师噎得没话说了 我看向现在正一脸委屈的的陈毅 也不知道这两年 他的身高有没有在涨点 想到这里 我实在是没忍住笑出了声 噗哧 是是是 毕竟谁能有你诚实 187.8 有零有整的 还有 有没有可能那个语音说的是 我难受的头昏想请假 而不是今天头昏 不是 我是你们打去play的一环是吗 大下午就在公司门口搂搂抱抱 成何体统 而且我穿鞋185 我说自己185怎么了 耽误你事儿了吗 陈毅 我就加了林以堂的联系方式 没事聊几句 你至于这么借我牢底吗 听到人知的声音 我才反应过来 我现在还被陈毅圈在怀里 实在是前几年爆得有点多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我连忙挣脱陈毅的怀抱 站在一旁 刚才我的解释 刚好和人知的声音重合在了一起 看着陈毅的表情我就知道 他压根没听见我说什么 只是我刚想开口再解释一遍的时候 刚才那些还在八卦的同事们 从办公室一涌而出 把我和陈毅还有人知全都分开了 在短短的几分钟里 我被他们推进了会议室 而陈毅和人知则被留在了外面 堂堂你别激动 你老公不会有事的哈 他们男人之间的事 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就好了 对对对 我们都能给你证明 你和陈总只是抱了一下 是陈总先动的手 这事是陈总不对 你老公那边你不用担心 我们帮你解释 你老公没有185的事 我们也一定闭口不言 坚决当中没听见 我看向周围十分热心的同事们 终于理解了他们的想法 我 我知道你们急 但你们先别急 等我推开同事挤出会议室的时候 外面那俩人还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一动不动 不愧是成年人 解决事情的办法就是互相瞪似对方 我刚想开口再和陈毅解释一遍 就看见人知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陈毅 脚则是一小步一小步的挪动到我身边 陈毅看到立刻也想挪过来 被我伸手阻止住了 我怕他真的忍不住打人知一下呀 结果人知完全没有体会到我的用心良苦 还在努力地往我这边凑 并试图和我窃窃私欲点什么 我们什么时候结的婚 你怎么没通知我 还让陈毅先告诉我 太拿我当外人了吧 为什么人知可以挪到你身边 我却不行 婚礼怎么样 壮观吗 没有我这个新郎 有没有人说闲话 你和人知在说些什么 我不能听吗 我夹在这俩人中间 耳朵被他们吵得嗡嗡响 最后我想了想 轻重缓急 决定先解决人知这个话老 我叹了口气 和人知解释 是陈毅自己听错了我的语音 想起刚才的解释 被人知的声音全都盖住 我就头大 谁家好人一天都在解释 自己没结婚啊 只是还没等我和陈毅 再说一遍原因 人知就凑到我的耳边 说了一句 别解释 好不容易看到陈毅 这么失态的样子 让我赢他一次吧 我可以把合同上的数额加倍 求求你 我刺过头 看了看人知真诚的眼神 停顿三秒 转头就和陈毅 解释清了所有事情 我压根没结婚 是你自己理解错了 我的意思 是我难受的头昏想请假 还有 人知刚才说 他有能力把合同上的数额增加一倍 你自己努力搞定他 我眼睁睁看着人知眼神里的真诚没了 满脸的震惊 嘴里还小声嘟囔着 小说里不是这个写的呀 男女主不应该没有长嘴才对吗 笑话 一顿饱和顿顿饱我还是清楚的 谁给我发工资我 还能不知道吗 陈毅听后 表情也不委屈了 声音也不带颤音了 看样子你饭都能吃下去三晚了 我 你笑什么 你弄出来的误会 自己去和同事解释清楚啊 今天上班我是什么事都没干 除了解释自己没结婚 就是解释自己没结婚 晚上回家 我直接躺在床上 我直接躺在床上什么也不想 只是陈毅显然不想放过我 一连串的铃声响起 是她的消息 陈毅 空调记得定时 别一直吹 陈毅 别贪量 陈毅 还有 对不起 两年过去了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吗 我成熟了不少 屏幕上 姗姗简简 我始终没有想好答案 陈毅的这三条消息 也确确实实让我一晚上都没有睡好 整晚的做梦 梦里 我伴随着铃声 回到了临近高考前的那段时间 陈毅没撒谎 她是真的擅长学习 她是基础好 脑袋快 而我则是笨鸟乱飞 乱飞到陈毅实在看不下去 要给我补习的地步 那是好脾气的陈毅 唯一一次对我发了脾气 林以堂 这就是你所说的 一定会追到我 听见这句话后 高中时没皮没脸的我 难得红了耳尖 我一直以为 陈毅不懂青春时期朦胧的喜欢 但原来她比我还着急 急着和我一起踏入大学 早上 我顶着两个黑眼圈 就去了公司 结果刚到公司门口 我就发现大门旁边 多了一个身高测量仪 而旁边的地上 还蹲着一脸难以置信的人质 看见我后 她立马挣扎起身 一把就抓住了我的胳膊 不出意外 她的腿应该是蹲骂了 林以堂 陈毅这算不算针对我 这是什么 身高测量仪 笑话 摆在这里 到底有谁会来量身高啊 都没等我回答她 陈毅就领着人从公司里排着队出来了 本来还面无表情的人 看到我后 眼神总算是有了些笑意 紧接着看到人之 拽着我胳膊的那只手 表情变成了虚伪的微笑 三步并坐两步 朝这边走来 顺手帮我扶去了人之的胳膊 清冷的声音里夹杂着些咬牙切齿 人之 来得正好 要过来一起量身高吗 亮亮亮 量你妹呀 转头她又看向我 挑衅似的对着陈毅开口 林以堂 你 我追定了 这回都不用我开口 陈毅直接抬起腿 踹得人之衣裂起 这要不是因为他们早就认识 这生意不用做了 人之的插曲过去后 我又回归了工作 只是今天我总感觉陈毅在偷看我 每次我回过头时 她又偏偏把头撇向别处 在第十八次发现后 我实在是忍不住想弄的明白 陈总 偷偷看我十八次 我脸上是写了合同 还是策划方案 让你看得这么入迷 陈毅把脸从电脑屏幕上一开 一脸严肃地看向我 我正在看文件呢 林以堂 你甚至误会什么了 可能是最近我的眼睛不太舒服 有点邪视 绝对不是在偷看你 这男人浑身上下嘴最硬 哪怕说自己邪视 都不承认是在偷看我 趁他不注意 我快步走到电脑屏幕前 多亏了陈毅的电脑屏幕够大 我能清晰地看见他 正在用浏览器搜索的几个问题 发消息不回复代表着什么意思 不回复对方消息是因为讨厌这个人吗 男人做到哪几件事代表着真正成熟 身高测量仪的一个牌子都比较准 理论上来讲 我是不会笑话上死的 但看着陈毅逐渐升红的耳尖 和手忙脚乱 按了好几下才吸屏的电脑屏幕 我实在没憋住笑 哈哈哈哈 陈总 你别说 你这个文件真的好有意思啊 在我的印象里 陈毅依旧是很久之前 站在讲台上介绍自己 一脸淡漠的少年 亦或是曾经因为 和我上了同一所大学后 默默红了脸 像我表白时的青年 只是这时我才突然发现 陈毅好像真的变了 她扯了扯袖口 修长且白皙的手指 把袖子卷了几下 露出漂亮的小臂线条 又松了松衬衣的领口 短短几分钟里 她硬是做了五六个假动作 来掩盖自己被发现的无措 你看见了 是我表现得不够明显 还是我笑得不够大声 那你能能装作没看见 这样的行为 好像挺不成熟的 和我昨天给你发的消息不符 提到昨天我给你发的消息 我特意用的5G 网速很快 你应该收到了吧 我的的确确收到了消息 甚至因为这几条消息 一晚上没睡好 但我却没想好怎么回复 我的笑容收了收 脸上的表情逐渐僵硬 还喜欢吗 分开两年 我甚至不能确定 陈毅对我是喜欢 还是因为我当初执意要分开的不舍 许是看出我的为难 陈毅站起身 想伸出手摸摸我的头 却最终只是帮我拢了拢耳边的碎发 指尖亲碰我的耳垂 我明明感受到了陈毅指尖的良意 却在她收回手后耳垂微烫 她开口前特意笑了笑 只是这笑容实在有些牵强 你看见了就好 我怕你忘记给空调定时 不要太贪凉 简单的一句话 却让我的思绪瞬间回到从前 我总是喜欢夏天摊凉 一天几只的雪糕 一夜不关的空调 她总会在我因多吃了几根雪糕 而感到冷时 给我披上一件薄外套 会在每天晚上 不厌其烦地叮嘱我记得空调的定时 陈毅依旧很会照顾我的情绪 只要看出我半分不愿 她就不会为难 我张了张嘴 还没发出声音 她就先递给我一份方案 让我帮忙处理 像是怕我继续刚才的话题 只不过陈毅放过我了 看过昨天那场面的同事们 对吃瓜依旧有着执念 我刚到茶水见街个水的功夫 就被人包围了 这架势 我差点以为我遭遇了绑架 堂堂 你可以呀 陈总和人知都快为你打起来了 话说你和陈总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他对你这么上心 都快化身传爱战士了 堂堂说实话 你是怎么忍住不动心的 你昨天要是真的结婚了 陈总都能直接说服自己 为爱加入 最后我实在是扛不住大家的八卦之心 我只能简单两句话 概括了我和陈毅曾经的关系 高中同学 大学恋爱 最后分手了 听我说完后 小王直接感叹了一句 这么说来 陈总壁纸上另一边的名字是你啊 我愣了下 工作正久以来 我确实没有看到过陈毅的手机壁纸 主要就是每次这人掏出手机后 都跟防贼一样防着我 看我一脸茫然 小王赶紧解释了一下 原来之前陈毅不小心把手机落在过茶水间一次 那时候 小王正好进去 看到后 本想拿出去问问是谁的 结果手机正好来电 亮起的瞬间 他看见了壁纸 壁纸的背景是一张书桌 而主体是一张纸条 当时小王只看见了纸条的一半 上面是陈毅的名字和一个堂字 在我印象里 唯一和纸条有关的 就是陈毅误会 我要追他的那张 而那张纸条的背后 正是我曾小心翼翼写下的名字 林乙堂 陈毅 只是我没想到 高中时期的纸条 陈毅还会留到现在 可能是我的表情过于落寞 同事们看到之后 连忙岔开话题怕我伤心 唐唐 你知道 昨天陈总还连夜下单了个身高测量仪吗 今天你还没来的时候 人质真的去量过了 一手消息 其实人知是点脚183 估计真是身高180左右 陈总的 我们也帮你看过了 近身高189.8 有一说一 听见陈毅长高两厘米时 我不怎么惊讶 但听到人知点脚量身高时 我确实笑了 人知点脚180左右 这话可千万别让他听见 要不然他肯定要记仇 我刚说完这句话 一旁的几个同事 同时看向门口的方向 我后背一凉 总觉得身后好像有人在盯着我 结果不出三秒 林乙堂 你就在背后这么说我 你果然和陈毅一样 不是什么好人 茶水间一秒清空 我从没想过我的同事们可以跑得这么快 我回头看着站在门口的人知 硬着头皮顶着一脸尴尬的笑容 人知 你们公司没事吗 天天就往这边跑 只见他手拿一束玫瑰花 递给我后一脸期待地等待着我的反应 我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早上人知说过要追我 而现在这是在付诸行动 只是我看着这束玫瑰花 这明显就是我今天买来放在公司门口用来装饰的 甚至有一朵因为当时很纠结的原因 被我揪掉了几片花瓣 明显秃了点 我微笑接过花朵 然后出去插回了门口的花瓶里 一般我形容那种没什么精力的富二代 都会说是人傻钱多 但对于人知 他只有人傻这一点 工作上的事他是一点都不管 合同到现在还没谈下来 他也不着急 还美琴临约说是 我得好好考察你们公司的实力 实则却是和陈毅暗暗作对 陈毅让我帮忙做方案 他就让我看一下准备的合同有没有问题 临近下班 我站在陈毅和人知中间 手拿两份文件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 陈毅掏出手机拨打了人知妈妈的电话 可能是这次有人知在的原因 他忘记要挡住手机屏幕 而我也顺势看到了他的壁纸 高中到现在几年的时光 当初那张白色的草稿纸 已然有些泛黄 却被他郑重地放在了书桌上 小心又小心地拍下了一张照片 设为壁纸 在我愣神的时候 陈毅已经和人知妈妈说完了原因 听筒里传来了一阵喊声 人知 你在耽误陈毅的工作 你的卡我就要限额了 人知的表情从愤怒转变成了惊恐 不出三分钟 他就跑出了公司 结果跑了一会 又拿着一把玫瑰花回了陈毅的办公室 林毅堂 玫瑰花我就先借走给我妈了 说不定他说到话还能大发慈悲地放我一马 还有 陈毅都二十好几的人了 你还打电话告家长 说完他就慌慌张张地跑走了 不用担心人知 估计他这几天不会再来公司了 他总是看不惯我 从小就这样 不用太在意他 别笑我不是专业的 更何况当事人还走了 陈毅 你居然会告家长 亏我昨天还担心你们打起来 听到这句话后 陈毅反而是认真的思考了下 回答我 如果你的结婚对象真的是他 我会考虑打他这个选择 这段时间里人知果然没有再来公司 好不容易今天下班比较早 中月约我出去小聚 只是吃饭时 我频繁走神 脑子里一直想着 前几天陈毅说出的那句话 最后中月实在看不下去 问我到底怎么了 纠结半天 我还是把问题抛给了中月 所以你们当初到底怎么在一起的 是你表得白 我缓缓摇头 不是的 我和陈毅之间 我一直觉得 是我在推动着我们之间的关系 可表白的 却是一向不算主动的陈毅 他误会了当初 我传给你的那张纸条 我们高中时 每天少说传十几张 多说有几十张 你说的是哪张 中月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 最后值得我提醒他 就是体育课前 我打赌自己一定会追到你的那张纸条 当初那张纸条被我使劲扔到了陈毅的方向 从前也有同学给陈毅传过纸条 但他一心只有学习 从来不会看一眼 所以我就没有在意 也没有找回 纸条的正面 我写得十分张扬 只有一句话 我肯定能追到你 是因为中月是女生组跑步第一 而我当时在和中月赌下节体育课的跑步中 我到底能不能追到他 对面则是被我小心翼翼地写下了我和他的名字 林以堂 陈毅 两个名字 我写得正重又工整 这张纸条被陈毅误会给我写给他的 后来甚至拿着这张纸条 找到我非要给我补习 最后甚至成为了陈毅的手机壁纸 唐唐 那你现在还喜欢他吗 我承诺了许久 心绪却很混乱 分开了两年 陈毅从我的生活中逐渐消失 直到半年前 我到公司面试才又看见了他 明明两年的时间那么长 陈毅却像没有离开一样 再次轻而易举地挤进了我的生活中 中月看我纠结了这么久 也没说出个喜欢 决定用一个游戏帮我认清自己 现在你只需要把大脑清空 仔细听我说的话 再快速进行选择 我点点头 试以他开始 西瓜还是葡萄 西瓜 奶茶还是果茶 奶茶 人知还是陈毅 陈毅 前面的问题 我或许还会下意识地思考一秒再做回答 但最后这个问题 我甚至连前面那个选项都没有听清 就下意识地说出了陈毅的名字 好像只要有陈毅出现的地方 他永远都是我的第一选择 好了 我能帮助你们的就这么多了 我眼睁睁地看着中月把自己举起的手机放下 然后把一小段视频发给了陈毅 我 看不得你们不长嘴我实在难受 所以我当个工具人帮你一把 不用谢 成了记得请我吃饭 第二天 我难得几个大早去了公司 我本以为我会是第一个到达公司的人 结果刚到公司门口 就看见陈毅站在身高测量衣旁边 低着头注视着手机 直到我走近后 才听见手机里传来的声音 是昨天中月给我拍的那条视频 而陈毅正一遍遍地把视频 拉到临近结尾时的那个问题 不间断地听着我叫出他的名字 陈毅 视频里的声音和现实中重合 陈毅抬起头的瞬间 我看见了他眼下的清黑 我知道你在西瓜和葡萄里会选择西瓜 也知道你从不选择果茶 但在最后一个问题时 我听了无数次答案 才确定你会选择我 陈毅的说话声很低 以至于我要距离很近才能听清 开口时的声音 沙哑中夹杂着一丝委屈 等我在抬眼时 他的眼眶已经有些红了 林毅在高中时就那么准确地说要追我 可是次次都是我在主动 林毅堂 你知不知道从昨天开始 我看了多少遍视频 才确定了你结尾叫的是我的名字 所以那天的消息 你能给我一个回复了吗 我刚准备给陈毅个答案 身后就来了几个同事打断了我们 陈总早啊 唐那你怎么在这站着呢 快 我这有份文件正好有点问题 快来快来 陈毅眼睁睁地看着我被同事拉走 表情直接黑成了锅底 嘴里甚至还嘟囔着 忙 都忙 忙点好啊 我看看拉着我走的小王 在心里默默为他点了根蜡烛 希望他今天工作的不会太难 结果不出我的意料 在我忙的脚不沾地的同时 小王今天的工作量也被陈毅加倍了 陈毅特意交代了小王今天做出来的方案都要交到他手里 雕点符号用错都会被打回去重写的地步 开会时更是明显 小王站在前面讲方案 他就盯着小王眼也不眨一下 更过分的是 小王没讲一句话 他就要在底下叹一口气 最后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插一句嘴 陈总 你今天身体不舒服吗 只见陈毅像学过变脸一样 肉眼可见的开心 你在关心我吗 不是 你身体不舒服 你就先出去啊 你一直在这里叹气 害得我都没办法好好听小王汇报了 到时候出问题 公司是要赔钱的 听完这句话 陈毅身边的气压明显低了一些 眼底的忧怨都要化为实体了 小王在前面瑟瑟发抖 实在没忍住私聊了我一句 堂堂 要不然你还是别说话了 你越说话 我越觉得陈总看我的眼神不对劲 我怕你再说下去 我的职位要不保 为了搞清楚怎么回事 小王甚至单独建了个群聊 并取名为 陈总今天到底怎么了 请问今天陈总怎么了 为什么如此针对我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确实只针对你一个人了 你自己想想 是不是你有什么问题 加一 陈总今天对别人态度都很好 就对你不行 小王我劝你好好想想 你是不是哪里得罪陈总了 小王想半天都没想起来 最后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只能委婉地提醒他一句 下次早上看见陈毅的时候别问好了 他估计是不喜欢别人打扰他 忙了一上午 我才有时间进茶水间街 口水缓缓 我刚进茶水间一分钟 陈毅立马就跟了进来 这次他还特意把门给锁上了 陈毅 先别锁门 不行 不锁门 谁知道还会不会有什么小王 小李 小吴进来打扰我们 他说得很认真 同时手上动作也没停 还在摆弄着门锁 陈毅 你别急 我先确定把门锁好 我是想告诉你 茶水间的门锁 昨天就坏了 小王还没叫人来修 听到这句话 陈毅拧门锁拧得更起劲了 一分钟后他才松手 拽了拽完全打不开的门 终于满意了 陈毅 我才知道你原来也会这么幼稚 现在的陈毅 好像更加生动了 从原先那个不经常笑的少年 逐渐有了区别 只是本来是调侃的一句话 陈毅听后表情却立马变了 没有幼稚 只是好几次都有人打扰我们 这两年我已经没有恋爱脑上头了 我想了想 这几天陈毅闹出来的乌龙 选择沉默 我也不会再因为领证结婚这些事 和你吵架了 明明是你要追我 最后却是我离不开你 林义堂 这好不公平 我抬眼看向陈毅 她的委屈化成了实物 全部体现在她的眼睛里 错不及防地撞进去 我也感受到了那份对我的爱意 是我没有清楚地告诉过你 我到底有多喜欢你 不等我说完这句话 就被陈毅圈进了怀里 熟悉的柚子清香瞬间包裹了我的全身 她的鼻尖贴近我颈尖的养肉 呼出的气体打在我的耳间 我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在逐渐升温 心跳加速 没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和陈毅之间就已经不剩什么距离了 许是察觉到我的迟疑 陈毅什么也没说想要拉远距离 而我却在她抬起头的瞬间 拉住了她的领口 费力垫脚凑近陈毅唇角的瞬间 我沉溺进她眼底的喜悦和爱意中 那是最初相遇的夏天里 我抬起头看到阳光中最漂亮的一双眼睛 被困半小时后 陈毅终于准备放过我 让我找人求救开锁了 只是我刚拿起手机 茶水间的门就被人踹开了 随之而来的就是门外同事们和人知的目光 同事还会小声八卦 而人知则是直接大胆开脉 陈毅 你把自己和林义堂锁在茶水间 是出于什么目的 我还没来得及解释半句 陈毅就用她戴着些凉衣的手 攥紧了我的手 甚至还微微举起了点 就为了让人知和同事们看清 没什么目的 就是你在乱说话 我就再给你妈打一次电话 人知沉默三秒后 对着我和陈毅应挤出一个笑脸开口 哪能啊 我这次是特意为了祝福你和林义堂的 顺便还一下上次拿走的玫瑰 陈毅表情缓和了一些 眼神又扫向门外的同事们 小王这次终于懂了她的眼神 带头发表了自己的祝福 陈总 我就说你和义堂姐绝对能在一起 当时义堂姐进公司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们十分相配 说完后 小王还一脸期待地看向她 陈毅也是没让小王的期待落空 小王啊 你刚才的方案我看过了 好 很好 有了小王的开头 我和陈毅站在茶水间门口 硬生生接受了大家十多分钟的祝福 最后陈毅甚至给大家放了几天假 美其林约说是 大家都这么开心 不如更开心一些 和陈毅在一起的几天后 任志终于忍不住给我打来了电话 原因无她 因为陈毅说她耽误了我俩的假期 给她拉黑了 林义堂 你们公司破产了吗 放假四天了 还不上班 合同签不签了 谁家好人能给公司放四天假呀 听了任志叙叙叨叨三分钟后 她终于挂断了电话 我戳了戳躺在我身边的陈毅 已经连续三晚了 陈毅 我们是不是该回去工作了 公司再不挣钱 我怕你真的破产 听完我这句话 她熟练翻身 把我拢在怀里 再次吻了上来 半天过去后 我威胁她再碰我就生气 她再停下来 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不用担心 我都安排好了 我本以为她的安排是 先上办公 把所有合同和方案看完 结果晚上 我看着那个叫做陈总 今天到底怎么了的群了 改了个名字 小王今天大翻身 哦呦 现在不能叫小王了 怎么不得叫个王哥了 王哥今天工作的如何 陈总可是给你开了三倍的加班费 你开心吗 我就不一样了 我人在三呀 阳光真晒呀 我们都不能和王哥比 毕竟她得到了陈总的重用 而我们只是虚度假期而已 我看了半天聊天记录才明白 陈毅到底安排了什么 原来公司其他人都在放假 唯独只有小王一人 收了陈毅三倍的加班费 回到公司处理工作上的问题 陈毅 你知道高中时的纸条 其实是个误会吗 当初我喜欢你 但也没知求到 直接传纸条说要追你的地步 其实那是传给钟月的 我本以为她会惊讶 会意外 甚至可能会有点生气 我没有提前说过这件事 结果她看着我的眼睛 眼底盛满了笑意 我知道 但如果我把它当成一个误会 那我就没有任何理由靠近你了 看见纸条背后两个被写的 密不可分的名字时 我知道你也和我有同样的心意 我看着从浴室走出来的男人 特意没穿衣服的上半身 露出漂亮的肌肉线条 发间的水珠滚落在皮肤上 流出一道明显的水痕 夏日空调房里吹着带有凉意的微风 毫无热气 可我到耳间却无缘无故地在发烫 夕阳照在陈毅身上 把她的发间染成了微红的颜色 一如数年前 我不经意间抬头看到的那个 被阳光染成金色的少年 此时 我躺在床上 听着夏日树上的蝉鸣 我知道这个夏天和以后的数个夏天 我都会拥有 夏日蝉鸣和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